手骨折案例 缘起 2015年7月20日上午约10点左右 87岁的母亲站在小板凳上 踮脚尖伸手取高处物品 一个重心不稳 双脚踩空 身子突然往右前方跌下 右手掌不自主地往地板上用力一撑 导致右手腕骨头断裂 扭曲变形 马上疼痛难当 整只手动弹不得 于是立刻去挂急诊 我们私底下就已决定不开刀了 医生的处理 用固定器材石膏固定母亲下手臂到掌心和指头 这部分我们是同意的 医师也开了三天的阵痛剂及筋骨损伤两种药 并嘱咐我们三天后回诊 但我们既没用药也没回诊 当天下午从医院回到家以后 马上以姜粉泡温开水让母亲喝下 接着以红豆袋及暖暖包从肩甲缸以下到手臂 手指头尽量给予覆盖 即使有一部分隔着石膏 也都密集地进行长时间温服 接着按推肩部原始点 以及肘部原始点 同时也按推头部 颈部 上背部和肩甲旁内侧 大量温敷加上适度的按推 让母亲心胸舒畅 疼痛明显舒缓 当天晚上得以友好的睡眠 有利于恢复好的体力和精神 第二天 七月二十一号早上 母亲一起床 我们就帮她进行安推 仍给予红豆袋温敷 并让她喝姜汤 四两生姜 以十二碗水熬四碗 分两天喝 这天 她的手虽然还是肿得发亮 尤其手腕和手背处 但母亲说疼痛已减轻很多 三餐饭菜尽量采取淡胃及浆胃 坚持温热性 暂时当然不能吃任何水果 并让她多走路作为运动 敢想 这个案例属于本处体伤 又是老年人骨折 修复期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从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九日 期间只有约三星期左右 前后比对 2015年7月20日 2015年7月22日 2015年8月9日 母亲的手从一开始的疼痛 肿胀动弹不得 倒可以掩佛珠 吃饭洗澡 将近九十岁的老人 修复力这么强 实在令人惊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君丹